真正的强大,不是原谅别人,而是放过自己,曾经以为没有你,我就没有了全世界,现在你走了,我的世界还在,原来,失去一个爱人无关于世界,在流泪的时候觉得委屈,其实心里已经慢慢学会坚强,如果我不愿意,没有谁,可以伤害我,哎,就疯狂,两个人生起所有的梦想,不爱, 就坚强,一个人扛起所有的伤,人生不仅要学会承受,也要学会释怀,承受是一种担当,而释怀则是一种形态,承受需要坚强的意志,高度的责任感和宽广的胸怀,释怀是需要战然的心态和勇于放下的态度,内心的强大使我们学会了承受,内心的空灵使我们懂得了释怀,承受使我们强大,释怀使我们无敌, 沉默,是一种成熟,到输低岁,人输低伤,必定一些艰难岁月的人,姿势不再张扬,语气坚持平和,态度明显和善,不是没闻锐气,而是少了张狂和轻浮,有故事的人,通常不喜欢讲故事,不想在嘴上卖力,是想在心中开发能量, 沉默,是一种负重的坚强,是一种偷光养晦的低调,少说多做,才是最优劣的践行,失眠人生,开可路,乱与非度人重熟,每个人都是参加命运面试的人,上天用各种境遇来考验隐士者,谁能坚持到底,谁才能笑到最后,困境就像一个开肠脏的宝库, 只要你想学,它总有取之不尽的智慧和力量,我们的命运,掌握在自己手中,生命的意义,就在于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力量,使生命变得自由和幸福,人活着总是需要一点精神的,人生就是一个过长过短的过程,在这个过程里,我们一天天缩短生命的距离,我们只有用宽容与爱心去拉长生命每一天, 学会去面对每一个给予我痛苦快乐的时刻,丰富着我人生的每一天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